在我的粉絲團裡面寫一篇文章 我在教學的時候發現 現在小朋友啊 不知道大禹治水 沒有聽過大禹是誰 我很驚訝 其實我覺得很多人誤會了我的意思 我並沒有覺得課本一定要叫大禹治水 我只是很驚訝的是說 這樣的一個故事在我小的時候 它是所有民間或神話故事裡面 都可以看得到的 或者是長蛾奔月這樣的故事 因為我們現在還過中秋節 既然過中秋節的話 那這些傳說故事等等 應該是很容易看得到或聽得到 或者在電視裡看得到的 結果呢 有一半的小學生 四五六年級的不知道長蛾奔月 然後全班國中生只有一個小孩子 聽過大禹治水 對我來講是蠻意外的 只是我認為就是說 在現在這個世代裡面 是不是應該 還是要鼓勵孩子大量的閱讀 那麼就不管是文學的 或者是科學的 或者是數學的 只要他有興趣的東西 他應該要往那個方向 或者是他可以 家長給他一些幫忙 或者是學校給他一些幫忙 他能夠有機會 大量的閱讀 增廣他自己那個方面的嘗試 而不只是在學校裡面的課業 就只是讀一些破碎的歷史 或者是破碎的地理 或者是破碎的國文 數學我不知道 我不專精啦 但是我覺得 好像所謂的很多的 這個教學上面來講 他說都是一個很破碎的形式 以至於所謂的嘗試到底是什麼 其實很難去斷定 就是你每個東西都有一點點 但是每個東西 可能都不是你喜歡的 那麼這樣的嘗試 對於現在的孩子來講 是不是需要去做一些改變 或者是我們是不是要尊重孩子 自由閱讀 或者是提供他大量閱讀的方向 而不是讓他浪費好多時間 去沉溺在某些遊戲裡面 因為你知道遊戲有些 當然他不是不好 但是他可能加了很多因素 讓他能會一直沉溺在裡面 或者是他花太多的時間 看影片啦等等 以至於他失去了 他能夠大量獲取一些 他需要的知識的方向 我覺得這個是對我的思考 是覺得這是蠻可惜的 好那回過頭來 所以當年我是這樣子的 非常飢渴的去讀書 非常飢渴的去找我喜歡看的東西 那後來其實我也慢慢發現 我自己的方向 其實你不要光看喜歡閱讀 或者是寫作 他還是有很多方向的 有的人很適合 有的人很適合創作 所以有些人寫作 他就是寫小說啦 寫詩啦 其實我並不是 我其實很喜歡寫作 但是我並不擅長創作 應該是說我覺得 我並沒有很好的小說頭腦 或者是詩 但是我喜歡描述我的生活 抒發我的情感 然後寫一些我覺得 我想要說的話 所以對我來講寫作 就是一個非常直觀的 非常直觀的一個敘述 一個表述 那當我在選擇書籍的時候 然後我會發現我其實很喜歡文學類 非常喜歡文學 其實我甚至更喜歡外國文學 所以後來到高二的時候 狀況就更差了 因為我看書看得越來越多 越來越雜 然後也越來越 離課本方向越來越遠的時候 我的學科就成績就慘不忍睹 我記得我高二 因數理化四科都不及格 然後數學只有十分 物理化學也很糟 那為什麼我會念物理化學呢 因為我爸爸自己是念理工的 我剛剛講了他是 Michigan State 他是博士 我爸爸是電機博士 所以呢 他一直都覺得 未來就是資訊啊 理工啊 這樣的方向 比較容易找工作 也比較 生活比較穩定 像我爸爸就是 一輩子在一個地方工作 那他有很高的薪水 足以養活 給我們一家人很好的 生活條件跟環境 所以他認為 人生就應該像他那樣 很穩定的發展 所以他就 希望我念理工科系 那因為我真的不喜歡物理化學 不喜歡 不是那麼喜歡數學 雖然我數學也可以讀啦 也不是太差 但是我不喜歡 唯一可以 唯一可以綜合的就是 我還算喜歡生物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植物動物啊 然後我覺得遺傳很有趣 所以後來那時候 跟我爸爸妥協的結果 就是我念三類組 因為我覺得當醫生還 還不錯 就是說 醫生可以接觸人群 對我來講 其實我後來覺得 醫生跟其實老師 有一點點相似 就是他都是 治癒或者治療 對不對 是跟人有接觸 往正面的方向走 所以我跟我爸爸說 那我念第三類組好了 可是 可是呢 這叫人算不如天算 當醫生真的功夫要非常非常好 我真的不是一個能夠 在課業上卯足全力的學生 所以呢 念醫科更是一個悲劇 就是所有的科目都不及格 所以念到高二的時候 下學期啊 音速理化都不及格 那我們就要留級了 我就回去跟我爸 跟我爸講 我說爸 我要留級了 好 我爸的反應是什麼 沒關係啊 留級就再留一年啊 因為我年紀比較小 我當年是比較提 我在鄉下長大嘛 所以是提早入學 所以我年紀比較小 我是十一月生的 可是我是前一年的 前一屆的 所以我爸就說沒關係啊 反正留級留一年 你剛剛好就跟人家一樣大 也無所謂 可是你想想看 在一個高中女生的心裡面 要留級 這多麼丟臉的一件事情 對不對 所以我就不願意 好 那個時候呢 正在徬徨的時候 我記得我高中 為了這種事情啊 每次為了考試啊 成績啊 跟我爸爸吵鬧 真的是很可怕 那個當年的那種 鬥 那種跟父親的對抗 跟抗爭真的是 慘烈到不行 我記得我念 我考上中山女中 剛剛講父母很失望的那一年 我爸爸本來他是 堅持叫我不要念中山女中 他要我去念五專 所以他要我念台北商專 那我也有考取台北商專 所以當年就為了念台北商專 還是念中山女中這件事情 我跟我爸爸取得非常劇烈的爭吵 我記得啊 那一次 我在外婆家跟我爸爸吵架 我父親就是把我這樣拽著 然後五樓拖到一樓 然後把我塞進汽車的那個前座 副座裡面 因為我不肯回家 所以我就跟我爸吵架 我就說我不回去 我爸很生氣 就把我抓 抓他推進車子裡面 然後我好 印象很深刻 就是開車開一開 開一開開 我爸突然就把車子停 停在停車格裡面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啊 他怎麼沒有上高速公路啊 我爸就非常非常的 氣喘吁吁的 把我從車上去拉下來 把我拉進中正紀念堂 坐在那個草地上 他說 我太生氣了 我現在沒辦法開車 因為呢 我堅持不肯去念五專 跟念那個高職 所以我爸爸就說 你 我告訴你 你這樣喔 你考不上大學 我必須說 我爸爸真的很了解我 我真的必須承認 他很了解我 因為我爸爸說 你絕對考不上大學 因為你根本就不喜歡 念課本 所以他說 你為什麼不去念專科 你為什麼不去念 就是念高職 這樣子你會比較快樂 而且你可以早一點 去國外念你喜歡的東西 可是那個年紀的 我完全不懂我爸爸的想法 而且呢 我後來其實回想這段經歷的時候 我覺得很可惜 為什麼 因為我爸爸建議我的東西 還是我不喜歡的 他要我去念商科 我完全就不喜歡數學 他要我去念英文 我就不喜歡英文 如果當年他叫我去念設計 我可能會願意 因為我很喜歡美術 我很喜歡室內設計 如果他當年 叫我去念高職的其他的項目 可是因為我父親 他是一個理工科系的人 他根本就不懂高職裡面 還有什麼可以選擇的 在他的眼光看來 那種什麼念傳播 念設計的人 都不是他理解的 也不是他認為有出路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而且因為長年跟父親的關係不好 所以他講什麼我都不願意聽 後來我再跟我女兒講到這一段故事的時候 其實我有跟我兒女講 如果阿公的眼界能夠再開一點 當年他能夠認識各行各業多一點 不同的人才 或許他給我建議的路 我會接受 我就不用再承受高中三年的痛苦 再加上大學一年的落榜 可是那個年代真的 家長們也沒有太多的想像空間 所以他提供給我的路 我都不願意 我堅持要上高中 普通高中 於是我們在中正紀念堂裡面 吵了一個下午之後 我爸爸就拿出紙筆 拿出印尼 說那你寫保證書給我 保證你會考上大學 叫我按摩子印 後來真的 我們就在那個草坪旁邊 寫了那個保證書之後 蓋了大摩子印 然後我爸爸才心平氣和的把我再回家 後來我就因為這樣上了中三年中 那一次的爭鬥真的是印象好深刻 我後來想想 從那個時候開始其實 就是我就開始完全沒有照我爸爸 給我設定的那條路走 從國三到選擇高中開始 我就不聽他的話 應該說翅膀硬了 因為我自己住在外面 他也管不到我 那這邊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我覺得在教育的路途上 其實我覺得獨立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我覺得我能夠跟我父親抗衡 我們家只有我是這樣子 我弟弟妹妹都超聽他的話 所以我們家我弟弟念的是生話 我妹妹念的是資訊 完全符合老爸的要求 但事實上我弟弟歷史比較好 我弟弟文筆也非常好 他的歷史啊他最喜歡歷史 但是我爸爸絕對不可能讓他去念歷史 但是他也絕對不會反抗 我妹妹也沒有反抗 他們兩個都非常乖非常聽話 所以我後來在想啊 我爸爸現在年紀大了 他最擔心我弟弟妹妹 他最對我最不滿意 因為我最不聽話 可是為什麼我那個時候 能夠有這麼大的能量 去抵抗我生命中的巨人 我印象很深刻 事隔多年我都還記得老師講話的神情 好所以我覺得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覺得我之所以能夠 跟我父親每次有這麼大能量的抗衡 是因為我被他訓練出來很獨立 就是我小學六年級 就被父母丟到台北自己生活 所以我非常的獨立 我一個人出去吃飯 我一個人出去剪頭髮 我一個人上街買東西 我自己去郵局自己去銀行 我從小學六年級開始 我就住在舅舅家 但是舅舅因為舅媽他們沒有小孩 所以他們其實也不太管我 那父母遠在桃園 什麼事情發生了 也只能自己解決 所以我常常 我好多次喔 就是那個年代 國小六年級的小朋友 自己坐公車回桃園 然後一坐睡醒就主動了 我好幾次都這樣 因為太累了 然後那個年代沒有手機 沒有電話 身上沒有錢 我好幾次那種 跟著公車司機回來 一個人三更半夜 凌晨一點鐘 在路上自己走回家 從台北火車站 自己走回外婆家 好多次這種機會 然後呢 住宿的時候也是 遇到宿舍裡面 停電停水啦 自己想辦法 我覺得我很獨立 就從小學六年級 因為住在外面開始 我養成了凡事 自己解決 自己想辦法的習慣 也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個性非常的堅強 好 常常我老公都說 我有這個 他 我老公都說 跟小孩講說 遇到什麼事情 好 你不用擔心你媽啦 你媽媽有一顆非常強大的意志力 我覺得我是被鍛鍊出來的 因為在這樣的一個成長環境當中 我必須要去自己解決 自己面對的問題 好 以至於養成了我真的 我有強大的心智